Hello大家好,我是专业政策20年 你们的凌家小姐姐小雪Renny 那今天呢怎么穿一个睡衣就来给大家拍视频呢 是这样子的 现在已经晚上的马上八点了 我是准备要卸妆洗漱来着 突然就想到前两天有一个小伙伴 他可能是化妆新手就私信问我说 长痘痘的皮肤到底能不能化妆 能不能每天化妆 然后又如何卸妆 有没有什么好用的卸妆产品的推荐 我呢是觉得这个问题吧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反正我每天都是要卸妆的嘛 就顺手的来给大家拍一个比较详细的卸妆过程 借此机会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现在手头上 我给大家用我的手机的摄像头拍一下 这些就是我刚刚整理出来的 我目前手头上所有的这个卸妆产品 这个视频没有任何的广告 就是我临时起意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如果你也是一个化妆和卸妆新手的话 建议大家先把这个视频收藏 我先来说一下我这些产品 后边的话会加上我的这个卸妆过程 那眼唇卸妆液呢 我目前手头正在用的是这四款 先来说一下这两款吧 一个是妮威亚的 一个是眉暴莲的 那你像这种水油分离的质地的话 用之前都是要先把它摇匀的 那这两个呢 其实都蛮好用的 相对来说的话 妮威亚这个可能会更清爽一些 那眉暴莲这个呢 就稍稍稍稍的 有那么一点点的油腻感 但是也是挺好用的 唯一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摇匀之后呢 它又会很快速的回归到那种水油分离的状态 所以你基本上 每卸一只眼睛 你就要这样摇一下 但是这个呢 就会恢复的慢一点 所以你可能不用再一直摇摇摇 那卸妆力呢 两款都还蛮好的 其实像这种卸妆产品 它是一个消耗品 我比较推荐大家 活动期间 促销期间去囤货 但是这两个 目前不是我的常住嘉宾啊 贝利盐的眼唇卸妆液 这个就是我长期囤货 长期回购 我刚开始化妆那会用的是 眉暴莲的这个 发现了这个之后 我就中间就没有换过眼唇卸妆液 一直用的都是这款 包括我现在 柜子里依旧有它的囤货 完全没有任何缺点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 活动的时候 可能比这两款 还要更高一些吧 具体我没有算过 但是我感觉啊 如果有不准确 欢迎大家指出 这个摇云之后呢 也会很慢很慢的 才会回归到水油分离的形态 又清爽 卸的又干净 虽然说这些都很好用啊 但是我觉得它是 这些所有的眼唇卸妆液里面 能最快速卸干净你的眼唇 那这两款呢 相对来说 可能会需要 敷的时间长一点 最后一款呢 是我目前正在 每天都在用的眼唇卸 就是这个 碧莲达的这一款 它也是这种水油分离的形态 并且呢 它这一款是 既可以卸眼唇 又可以卸全脸的妆容 有500毫升 用它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摇匀 那它也是可以卸的 非常干净 并且很温和 就即使你不小心 倒多进眼睛了 也不会刺激的那种 但是呢 它会比这种 专门做的眼唇卸妆液 敷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但是我完全也是能接受 因为我平时卸眼妆的时候 就敷一只眼睛 另外一只眼睛 还在看手机 所以不知不觉 就会敷很长时间 如果你懒得去 专门再用面部的卸妆的时候 你就顺手 把脸也给擦了 很方便 卸妆巾呢 我目前手头 就一共四款 一个是Girl Coat的 一个是完美日记的 还有一个是花西子的 还有一个是曼丹的 那这四款里面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Girl Coat这个 一个是它的面筋纸 它的质地会比较柔软 另外就是卸妆力度 完全足够 就是我偶尔懒得 去用一些卸妆油啊 卸妆膏啊之类的 我最愿意 也是最喜欢拿出来用的 就是这一款 用起来呢 也是会觉得比较温和 你像我如果不喜欢的 一些卸妆巾 我通常都会拿它来 擦这个手臂试色 那像这个的话 我基本上没有一片 是用它来卸手臂的 都是把它用作一个 面部卸妆来 把它用完的 这个是我当时 不知道买啥来着 送了好多好多片 然后现在 我就只剩下两片了 我之后应该会回购的 那第二喜欢的呢 就是曼丹的这包 一大包里面 有好多片呢 你这里揭开 就可以一张一张的抽出来 它这一张不大 但是卸妆力足够 而且它是那种 你感觉它没有 那么多的卸妆水 事情只是干干的 但是你擦在脸上的时候 是明显能感觉到 你的妆是有被 很彻底的卸除下来的 但是它比它差一点的呢 就是它这个卸妆巾 也是那种比较薄 然后又比较小 比较粗糙的那种 上脸之后 稍微比这个 没有那么的舒服一些吧 第三个喜欢的 就是完美日记的 这个卸妆湿巾 线面部的时候 我也会用它 偶尔手臂失色的时候呢 也会用它 它里面的这个卸妆水 还蛮足的 而且这个湿巾尺的表面呢 也是那种比较柔软一些的 相对于GirlCode的这个呢 一个就是包装 可能没有这个这么好看 另外一个就是 卸妆力度的话 我自己的感受啊 稍微的插一丢丢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这个我排第三 那所有的卸妆肌面 我最不喜欢的 应该是花妻子的这个 线面部的话 我可能只用了一两次吧 其他的都是被我用来 擦手臂失色给消耗掉的 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 它的卸妆力度 确实是挑不出毛病 确实很强 但是这个湿巾纸 简直做的就 快赶上那种纱纸了 你知道吗 就磨在脸上特别粗糙 就反正我是受不了 它这个摩擦感的 所以这个 我是不太跟大家推荐的 那卸妆精力说完之后呢 我们就快速说一下 我目前手头用的这个卸妆油 这个呢 我也是现在的柜子里 有好几个囤货的那种啊 我之前有推荐过那个蓝 这两款其实 给我的感受是差不多的 那相对来说 那个蓝可能是更加的水感一些 这个凡希 它就胜在 它的性价比更高一些 它活动的时候会非常划算 它也算是我用过 其他的一些卸妆油类的产品中 比较清爽的一款 乳化速度也很快 包括一些防水的眼线液笔啊 睫毛膏啊之类的 我有时候太懒的话 我就会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还是建议大家眼唇跟面部 单独的分开来卸 但是万一有一天实在太累的话 我就会直接用这个卸妆油 然后睫毛这块 我可能会轻柔的稍微多一会儿 然后冲洗完呢 也不会有太重的油腻感 它也不会因为它是油类的产品 就护脸啊 焖痘啊 而且也绝对不会因为卸的不干净 而制痘啊什么的 就各方面都挺完美 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的一款卸妆油 包括卸妆油类的产品呢 你是需要干手干脸 就不沾水 直接挤卸妆油 打圈的这样溶解你的底妆 溶解完之后呢 你再稍稍加一点水 这一步叫做乳化 在脸上继续的按摩那么一小会儿 这个边边角角啊 像鼻翼啊 眼角啊 嘴角啊 这些容易忽略到的地方 都给它乳化到 等到脸上全部都变成 白色的那种液体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用水去冲洗干净 冲洗完之后 再用洗面奶去洗一遍脸就OK了 眼唇跟面部一定要分开来卸 这样的话才可以把你脸上的妆容 卸得更彻底更仔细 只有你把妆彻底的卸干净了 卸仔细了 你的皮肤才不会因为化妆 而导致一些 闷痘啊 暗沉啊 皮肤粗糙啊 之类的这种问题 我从刚开始化妆到现在 除了偶尔就很懒的那一天之外 基本上都是认认真真的卸妆 不管有多完 我都会坚持卸妆 并且都会坚持眼部 唇部和面部分开来卸 所以说你像我的眼部 虽然也化妆这么多年了 基本上没有很严重的暗沉问题 然后嘴唇呢 也没有多少的受损 你看我到现在都基本上不用热唇膏 就嘴巴都不会干 不会起皮啊什么的 那接下来一个呢 就是卸妆膏 这个是Pharmacy的 这是我第一次买这款卸妆膏 我超级喜欢 可能是我用过的所有的卸妆膏里面 目前啊最喜欢的一款了 它的优势就在于清爽 因为你知道大多数的卸妆膏 它虽然说相对于卸妆油来说 没有那么的油腻腻的啊 但是冲完之后 大多数情况下 脸上还是会有一层油膜感 需要你后续再用洁面去给它洗干净 但是这款呢 卸妆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冲完之后脸上 基本上就没有那种滑滑的 黏黏的冲不干净的那种残留感 就是会让我产生一种错觉 就是我是不是刚刚已经用过洗面奶了 就是那种清爽感 这两天我每天用的卸妆产品 就是这一款 接下来下一个呢 是一款卸妆褶力 就前几个购物分享里边吧 跟大家分享过的 叫做这个 就这牌子 它是一个很小众 很冷门的一个日本的品牌 如果你不化一些特别厚的底妆的话 它是完全可以够用的 挤出来就是那种特别清爽的 就是流动性会比较强的 它会比我以前用过的一些卸妆褶力 都要清爽水润一些 就是很好抹开 上脸稍稍按摩一会儿呢 也可以很快速的就溶解掉你的底妆 虽然说它可能没有卸妆油和卸妆膏那么的快速 但是对于一款卸妆褶力来说 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了 上脸之后特别清爽 价格呢也是几十块钱 三百毫升 我更推荐给那些平时比较喜欢化淡妆的 或者是你不化底妆 就平时只涂个防晒的话 你就可以用它来卸妆 而且呢 它这个使用起来就不需要你去注意那些什么干手干脸呀 就可以把它放在浴室洗澡的时候顺手就可以去卸妆 最后我手头目前的四款卸妆水呢 就是它们啦 其实这四款卸妆水啊 没有太大的什么使用感受啊 或者是效果方面的区别 这四款我都挺推荐的 一个是这个耳目桃的氨基酸卸妆水 这个就是我最近一直放在桌边会用到的 现在便宜大碗 一瓶有五百毫升 但是价格可能就四五十块钱吧 特别的划算 并且呢它里边按压头是这样的 放在桌子上直接按压就会挤出来 在这里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像这种卸妆水类的 你卸面部的话 还是要跟这种卸妆膏或者卸妆折利 或者卸妆油来穿插着来用 就你想一下 接上这样摩擦摩擦 你的脚层会越来越薄 然后皮肤也会越来越脆弱 那这个呢 就是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刺激性 但是卸的还挺干净的 卸妆方面预算不足的姐妹 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一款 然后这副样的呢 也是用起来特别的温和 它是400毫升 价格可能稍微比它要高一点吧 也是这种 就直接按压的这种设计 包装特别好看 就包装感觉特别的清透 是吧 另外呢 就是这里面的成分会比较好 有添加这个饭唇 还有很多的植物提取物 下一款呢 就是这个花印的这个卸妆水 我已经用到这儿 这个因为我目前 就是手头的卸妆产品实在太多了 就没轮得上它最近啊 但是它这个卸妆力 可能是这四款卸妆水里边 我感受最最明显的一款 它的卸妆力是比普通的卸妆水 要强很多的 但是它成分 可能没有说那么那么的温和 但它绝对卸妆力是出奇的好的 就是像一些特别持久的 或者是会染色那种唇釉 附一小会儿它之后 都可以卸的特别干净 所以这个如果需要卸妆力度 特别强的那种卸妆水的姐妹 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 这个是一丝丁的一款卸妆水 它呢 是主打温和的一款 就它的温和程度的话 可以跟那个贝德玛的卸妆水来匹敌 但是它比贝德玛又便宜很多 这么一大瓶也是500毫升的 大概也是80多块钱吧 我记得活动的时候 可能会更划算一些 以前完完整整的用空过一瓶 它这个呢 是号称直接倒进眼睛里边 都不会刺激的那种卸妆水啊 但是卸妆力度又一点都不差 所以这个 如果你是特别敏感的那种皮肤 特别害怕刺激的那种皮肤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这款卸妆水 那我还是按照我平时的一个习惯吧 就我最近这几个月的话 卸眼唇都是用这一款 我先把这个头发卸妆之前 都会把我整个这张脸全部都露出来 然后把头发扎起来 是不是你卸下来 多倒一点在这个卸妆棉上 然后我现在是有戴隐线眼镜的 你们不要告诉我说 哎呀卸妆之前应该先摘隐线眼镜 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摘了之后就瞎了 就看不到你们了 平时一定要先摘隐线眼镜 我把镜头拉近一点 先这样放在眼睛下边 靠近这个下眼瞼这里呢 慢慢的闭上眼睛 把你的上眼皮给稍微抬起来一点之后 把这个棉片给按压上去 我平时的话就一边按着 一边就玩手机 我在看他们报告的视频 差不多到时间了之后呢 就先这么轻轻的 这个手指头是在上下眼皮中间 你画内眼线的地方这样轻轻的揉搓 基本上睫毛跟内眼线就会被带下来 睫毛根部就干净了 然后给这个眼角的地方 然后下眼瞼内侧的地方 也要都擦到 这种棉再这样对折起来 用这个边边 这个棉再给眼睛的这个下眼瞼的内侧呀 包括这个上眼皮的这个内眼线的地方 这样就都给擦干净 最后呢再这样轻轻的戴一下眼皮上的眼影 这样的话整个眼状就卸的比较干净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睫毛根部什么的就都卸掉了 然后我会再折成这种小的方块 顺便呀 卸一下这个 嘴唇 因为这个视频是面向新手的嘛 所以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你在拿这个西红棉的时候 最好就是这样子 这只手指头呢 就抵在这里 这样你就可以很明确的 很轻松的 把这个上眼皮的内侧给翻出来 然后按压住 然后我们继续看视频 好 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还是这样先轻轻的这样揉搓一下 没有擦下来的这些给再擦一下 然后对折 下眼前内侧 还有这个内眼线的位置 还有整个眼皮的眼影 轻轻的给它带过 折成小块之后 再卸一遍你的嘴唇 这样整个你的眼睛和唇妆的部分就卸干净了 OK那我们现在就去卸面部的底妆 那根据我最近的习惯的话 我还是会用这个 谢谢大家 我还是会用这个 关键的眼睛 那是这三个眼睛 我们下单的眼睛 我们下单的眼睛 ск叹养哨 我们下单的眼睛 在这边 我们下单的眼睛 发现很关键的眼睛 你带ALK 你现在按一下 我们下单的眼睛